2023年7月5日,一个消息震惊了娱乐圈,歌手李文80岁的母亲发现她在寓所自杀离世。 我很少听李文的歌,平时对她不太熟悉,就是昨天在网上看到她自杀的消息后才查找她的八字来看一下。 印象中香港比较出名的明星除了张国荣之外,她是第二个自杀的了。 今年5月份,我还写过香港艺人张学润的八字分析,她也是自杀,不过她的名气远不及前两个。 还有没有别的明星自杀老师说我平时并不太关心娱乐圈,所以不太清楚。 好像还有个陈宝莲也是自杀的,我之前也对她的八字进行过分析。 李文1975年1月17日农历12月初六出生于香港。 我个人拟定为子时见生,排盘如下,鬼害日元生于甲银年丁丑月人子时,知会害子丑,石干透人,身忘无疑。 月干一点丁火通根于银,得甲来生,这是贵气所在之音。 今寒水冷,急需火来,调后暖身。 这个八字并不难,也不复杂,假银木不能伤,丁火更不能伤,两者皆伤则大凶。 他八字年月皆为用神,所以他父母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,出生的家庭环境不算差,算得上父辈有人才。 但丁火偏财为父,被鬼充人和,又被作之丑土刻谢,所以李文母亲在怀李文期间他父亲就去世了。 2016鬼友大蕴饼身流年鬼饼作用,鬼钉作用,有吟作用,李文披露自己患上了急性之气管炎,导致完全失去了声音,喉咙出现了严重问题。 李文出生时,医生从脚背拉离母亲肚子导致脱臼,两岁开刀做手术,结果失败。 多年来,李文一直忍痛表演,平时他走路都非常困难,医生曾诊断说他不能再跳舞。 如果丁与甲换一个位置,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,可惜事事没有如果,一切皆是定数。 2022人身大运人银流年杨历十月,岁运反令,银身向冲,银为四肢。 李文宽关节移位,在没有软骨的保护下,神经线被压住,严重影响正常生活,必须接受医院的治疗。 2023人身大运鬼卯流年杨历三月,人鬼水迹神出头克丁火,神经克卯木,卯木又克丑土,内外皆伤。 这年,李文进行了腿部手术,虽然说手术成功,但恢复得要一段时间。 这种挑战无疑给李文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,或许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关李文一生,出运饼子,以害,甲虚一路木火,所以他移民美国,在美国读书,而且学历不低,大学时期连续四年任学生会会长。 1993以害大运鬼友流年,积水木相逢获得香港TVB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亚军,在香港地区出道。 1994以害大运甲虚流年,木火土作用,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《爱就要趁现在》。 之后的甲虚大运一路走来事业上也算是顺利,不过甲虚虽为用神,但用神交战这点终是不美。 李文在婚姻方面来讲,夫星银中,雾土藏于银木山关之下,无用,仇土又与害子汇聚成绩,加上夫星林年月,嫁老夫符合命理,婚姻不好也符合命理。 李文母亲年轻就丧夫,这属婚姻不好的一种。 而李文也是婚姻不好加短命,这也属遗传的一种。 如果李文出生在仁子时,惠水菊,则隔成水墓两气成相格,人身运,水金一气,应是好运。 他的这命菊,如不论出生时辰,甲丁成丙,落实在年之银中丙火,只要年之银不被坏,则丙成,隔成商官发用,绍扬承扬,他在娱乐圈有成就就顺理成章。 腿有急的原因是原菊火本弱,通关不了木刻土,这是先天所定。 制造还应重视的一点,一般木望的菊,木不得发用,亦有欲证。 李文鱼数年前就不幸患上了抑郁症,他这个命全凭月上一点丁火调后取暖,否则必定外冷内涵。 运走鬼友,人参,人鬼水出头河冲丁火,丁火一伤,则全无暖气,心患抑郁这也是情理之事。 总言之,时也,命也,希望李文一路走好,来生没有痛苦。 每个人都有自身所不同的命格及命运,然而有些日子出生的人却总遭遇烦恼。 命最不好的几个农历生日都有哪些呢? 一、农历三号,农历三号出生之人,乃是性格积极向上,奈何过于冲动,常与他人间起纠葛,彼此勾心斗角或有争执过多,本末倒置。 做事多颠倒是非,求官之人,责任心差。 此日出生者如在外谋财,多受小人牵绊,听信于小人之谗言,难以辨别中间。 早年时学业运良好,奈何少年得志? 中年时多有困顿之迹象,官运财运不稳,或事业发展多有不顺,晚年时家庭不合。 此日出生女子桃花凋零,晚婚之人,此日出生男子,性格过于刚强。 二、农历六号,农历六号出生之人,身处极寒之日,此日出生者性格多变,一生之中多变故之事,求学之人学业难以坚持,更与他人间争执,长辈关系不合家族,相处不顺。 在外谋财者,却与他人生憎恶之心。 此日出生女性婚姻变动颇多,波折之事,情感难以顺利,一生多混沌之迹象。 此日出生者早年时难以用心做事,中年时常壮志未愁,晚年时多困苦孤独之相。 此日出生之人,凡事应有坦诚之心,不可勾心斗角,心思过于细腻, 却并非正途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 三,农历十三号,农历十三号出生之人,虽聪明伶俐,然则是财傲恶物,纵然有才华傍身, 却难以得以施展,好高勿远者,心思难以沉稳。 做事多成蹉跎之相,一生之中纵然有所机遇,然则处事不稳,难以把握。 求财之人多从事与艺术行业,一海生涯之相,唯有做事脚踏实地, 则财运可得以改善,凡事应细心对待,不可有强求之心。 此日出生之女性,婚姻多难以稳定,乃身边桃花颇多,异性关系繁杂, 此日出生男人,固然事业心强,然则难以稳定,多有漂泊之心。 四,农历念九号,农历二十九号出生之人性格顽劣, 做事多难以服从管理,一生之中纵然贵人颇多,然则性格固执, 难以同他人相处融洽,事业之中少有听从他人约束之想法, 多有不安之迹象。 好打斗之人,多有武将之风范,然则生活中常有多多逼人之架势, 更与他人间难以和睦相待,更加之性格固执, 财运难以顺遂,经商之人常与他人起纠葛, 求官者则多受小人之约束。 此日出生之人,早年学业多有不佳,乃是与家中长辈纷争颇多, 此日出生女性桃花不佳,情感之事孤立无援, 或与异性间纠葛过多,感情之中常有纷扰之迹象, 唯有以成相待,用心相处,感情方可得以改善。 命运总是不平等的,有些人出生富贵,有些人出生贫困, 这些完全是由自己的出生时间来决定, 但是先天命理只能够决定一部分, 后天的作为才能够影响到自己的人生。